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我們今集和大家看一個關於人口方面的數據 根據澳門統計的普查局公佈。 去到2022年年底,全澳門總人口672,800人, 按年減少了10,400人,主要是因為澳門外地勞工減少, 12月底外地勞工有15.4萬人,按年減少16,186人, 新生嬰兒有4,344人,按年減少682人,出生率下跌6.4%, 是1985年到現在為止的歷史低位, 而全年的死亡人數是3,004人,大幅減少了684人, 死亡率上升了1.0千分點到4.4%,是1991年以來的新高。 死於惡性腫瘤人數最多970人,佔死亡人數32.3%,其次高血壓, 肺炎人數281人,老化指數攀升10.7%至94.4%, 反映老年人口數目進一步,接近小兒兒童人數目。 按照這個數量看,12月底勞工有15萬多人, 但有一點頗值得注意,但我們的出生率又再下跌了, 現在只有4,000多個新生嬰兒出現, 這個數量估計接下來還會下跌, 簡單啦,你無錢,你怎會想生呢? 再加上現在生活壓力又大又普遍晚婚, 好多人都是選擇生一個, 這樣一路積下去還有些人不生, 可能還有部分的人,澳門找不到事做了, 就去了所謂的大灣區發展, 那他生去大灣區生,不回來澳門的啦, 搞搞出生率就越來越低, 如果死亡率都值得注意, 我們多了600多人是死亡的, 那這個死亡數字其實會不會就跟當時的新冠有關系呢? 好啦,那我們今集和大家看這個人口方面的數據更新到這裏先啦, 那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下邊留個言啦,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